总监助理米月要上位 最不爽呢 反而是总监米叔身边的一些小蜜 谁能想到 米月和米叔的姐妹情分 会因为一个男人而渐情渐远 真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呀 而小白脸米叔 一定学会在大boss亲王面前 嗨米月了 顶撞臣妾 让臣妾为难得很 米叔在亲王之场 可是浸泡一年之久了 智商虽然提高了一丢丢 嘴上功夫却没跟上 张一准备给亲王搞一个辩论赛 来决定各家的席位 还真是要说出了天下的代表人物呀 米叔一个没忍住 心里话就脱口而出 果然是心之口快呢 亲王说翻脸就翻脸 带猫姑姑都在一旁 为米叔的智商灼急呀 虽然米叔极力地把话拉了回来 亲王心里会很不爽啊 听着俩人这 王后今日的容颜格外娇美 臣妾为大王而容 公式化的交谈 还真是怀念 亲王和米月之间的情趣不累呢 米月去安慰 卧床闹爵士的梦莹 两人决定向公司高腾长公主求救 不过这大背光 长公主感情仅看得不舒服 是人生愁苦吧 能说出 这世间绝对不会背弃你呢 唯有这家娘 这么非猪牛的话 嗯 一定是一活风一样的青春 啊 果然 长公主当年的故事 给了孟莹很大的触动 孟莹求见大豹子 表示为了公司利益 愿意商业联姻 作为孟莹婚姻的建筑者 米月新进称武 还得到了可以出宫锻炼 长知识的福洁 提问 五钱两只寄翁 三钱两只鸡婆 并且六只鸡除 那五十钱 如何能买到 合在一起的一百只鸡 这种算数问题 当然要请米月正中 最聪明的黄蝎来解答了 我 这是黄蝎 我们的企划技能满级的不爱 怎么就成这样了 不过即使沦落到这般地步 黄蝎哥哥的聪慧 那是牛 白色放光吗 不仅轻松解决 拿了两块米糕 还得到了乐与诸人的 帅哥雍瑞的赏识 要去府中小座 知道米月已经成为米八子 黄蝎 可是心痛真急啊 随着梦瑛出嫁 隔在秦王和米月之间的 小九九也被带走了 米月 你为何如此倔强 仗着秦王喜欢你 还好惊了 秦王大boss 你这可不公平啊 你怎么不对着米书小工具 也这样呢 秦王的秦华技能 比起黄蝎有过之无不及啊 寡人不要你 做宫中鱼子中的一个 而是要你在寡人眼中 独一无二 真是腹黑总裁 说起秦华来 要人命啊 不了 该说正经事情了 秦王觉得米月 靠整理米书的家装书检学到的知识还不够 要米月给他整理书检和奏章 不仅如此 秦王还带着米月去了四方管一日游 目睹诸子百家争鸣 米月的知识和智商 蹭蹭往上蹿啊 果然老伯不知白教导 那成为大boss的得力小帮手多重要啊 这里必须要赞赏一下 秦王收买人心的好手段 不止米月折服于他 出唐的大量造公孙岩 也因他的放行而鞠躬跪败 佩不佩服啊 而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魏也和魏长使 也因公司演出逃魏国倒台 二人的这番护俗中场姐妹情深 和当初的米月米书有一拼啊 作为整个职场上智商最高 手段最狠的女强人 一封书信就交代了楚威后的结局 就降挂了 威后 大茂姑姑叫得如此凄厉 好丧心哦 上代人的恩怨 也没有随着相妃举姬威后的 给摩尔文 而烟消云散 米书和米月这对姐妹话 终究是要开思了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 看见他们输赌啊